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业服男人窝 今天要访问的对象 其实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体育系列 那体育系列呢 有访问过不管是教练 然后不能棒球 其他相关的比方说球团经营者 那今天呢其实非常开心的 就是我们再次回到 就是体涵第一线的球员 那我们邀请到呢 其实在最近也是非常的夯 然后也是动向 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最近在台湾难谈的这个 对象SBO总冠军赛系列 带领他的球队 就台平拿下了胜利 也荣获了年队MVP 总冠军MVP的个人奖项 他就是我们台平的小宝车 蒋玉安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然后祝文好 辛苦了哦 这个在今年上半年 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都是人 惶惶的到底会不会继续打 对 好不容易完成了这个赛事 对 来来来分享一下 这一季的心情 心情我觉得 非常的与众不同啊 因为真的是 白年会遇到一个什么疫情的关系嘛 真的 对 真的没有人就是真的 可能一生也没有遇过一次 那真的是有幸的 还遇到了这个东西 对 是吧 那我觉得很开心就是 呃就是我们能够在 就是全体 全台湾一些防疫人员 他们很努力的 就体制之下 然后让我们可以顺利把比赛比完 我觉得很感谢他们的 真的 你知道上半季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的严重 然后我记得还在那个 和平篮球馆打 对对对 感觉本来就是 应该是很爽的一季 对对对 然后比方说这个双洋将啦 然后这个 就是像在SBO 在这个和平篮球馆准备 就是要大前伸手 然后各地去跑 然后在上半年的 那个感觉都还蛮特殊的 然后等到这个农历年的时候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可能 因为防疫期间 各队的这个洋将 好像也开始有一些调整 对 这个跟你们在教练团 或者球员们在讨论说 本来难打的变好打的 然后好打的变难打的这样子 其实各队其实在疫情这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 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跟一般人认为 觉得可能一般只是一个传染病 可能不会到太大严重 对 然后其实各队 也不是先把这个疫情考量在 换洋将的因素之内 而是以各队去做调整 OK OK 所以我们每一队应该就是 我们这队就没有这问题嘛 那其他队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球队 要怎么样去融合 然后怎么样配合 他们球队去做改变这样 是 也就是说你们在这个赛季当中 也尽量也不去太在意 比方说疫情的状态 当然自己要防疫啦 对对对对 重点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调整 对 今年你们的这个整体的感觉 因为我记得我和平安局馆上次我有去看 我觉得你们气氛蛮好的 像那个Barkley他还会就是拍拍那个 比方说Eskolf然后还有就是 大家都气氛很融合 今年的这个台底跟过往的又有什么不太一样 我觉得气氛 就是每一个团队里面 气氛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吧 对那其实球队气氛也一定会有低潮的时候 那在低潮的时候相对的 要怎么样把这个球队的那个气氛拉散 我觉得KB 他有时候就是扮演一个蛮好的角色 就是他也很 就是我觉得他刚来第一年 那他也就是对我们球队 就每个人都很热情啊 然后就是会在场上或场下带领我们 我觉得他的给我们的那种气氛都很棒 感觉他很想回来哦 嗯的确 因为他也是第一年到海外去讨生活 然后来这边当 对他是第一年 那我觉得第一年给他也是算是 创第一年会觉得自己第一年会很特别 对那对他来讲 我觉得他也很希望能够再回来这样 了解 等于就是说 各从其他国家来到台湾打球 我们就是要进地图置印 嗯 哪天那个布文白米妮 你可能会去海外讨生活的时候 对对对 你是别人的洋将了 嗯对对对 那就可以体验到我另外的生活这样 嗯 对啊 不过那个我们还可能暂时不用想那么远 今天呢其实也要让大家再重新认识一下 就是我们的小宝泽 就是他应该你应该是台中人对吧 对台中人没错 徒生徒生 徒生的台中人 非常太开心了 因为我也是中部人 哇 彰化 但现在就是我的那个户籍 也属台中 啊 一家七 对是一家七 所以就是也跟我们大家再来讲一下 就是说你的成长背景 为什么跟这个篮球这么密切密合 然后在台中的打球环境 跟比方说其他的又有什么不太一样 台中吗 嗯 其实在我是从小时候就在台中生长 然后也是开始打球 其实都一路到了大学 然后已经就是就希望都能够待台中 因为离家近 然后对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想法很简单 如果到了北部 可能 那个 家里的经济负担会有点大 所以小时候就想那么多 因为其实 主要是在高中跟 我们往大学这个阶段 哦 对 小学的时候呢 小学其实 就是因为就地关系嘛 因为地 户籍地关系 就家里附近的国小 那 我觉得很庆幸的是那一间国小 其实从来都没有篮球队 那对 然后有一个我们体育老师 他也是算启蒙教练嘛 我们国小的教练 叫光鑫老师 他 他也刚来到这个学校 然后他也对篮球也非常有兴趣 然后也看到我们这群小朋友 我都很爱打篮球 那他也就是 对这块特别人家就说 那我们就来组一个篮球队 你那时候会喜欢篮球是因为 什么氛围吗 我那时候很喜欢打篮球是 其实在小学 还没有组篮球队 我三四年级就很爱打篮球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哦 对 就是下课期间 人家打打躲避球我也会打 但是 放学后 我是自己会回家 然后 就是会 小时候 他们现在可能不懂 小朋友不懂 以前叫滑板车吧 这个东西 对很久了 滑板车 12板 12板车 OK 然后就拿着一颗篮球 就会这样小时候回家 三四年级 或者四五年级回家 然后拿着一颗篮球 装带子 然后妈妈给个零用钱 然后去买个面包 然后就去 自己就回到国小去打篮球 那时候还没有篮球 对啊 你那时候的兴趣 不像一般的小朋友 比方玩玩卡片 打打电动 不是耶 因为 我觉得 应该家里因素就是 本身喜欢运动 然后 就是 其实对于其他一些 比如说电动 或是 其实家里可能经济有点 不允许的状况下 就是也 喜欢跑跑去 可是对于踢足球 还是人家看的棒球 还是怎么对篮球 特别的有这个着迷 对 我觉得就是 就是篮球 也不是看的NBA 也不是看的漫画 也不是耶 其实就是 深深就是觉得打篮球很快乐 是这样喔 对 那种球打在地板上的那个声响 然后投了 在场上那种奔跑的感觉 跟投进球的那瞬间成就感 哇 你小时候三四年级就有这种 就很爱打篮球 就不知道是真的很爱打篮球 然后 这个等于就是说在你 等于就是你在你协议里面 在那边串流 然后到了你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好像开始有正规的训练 对 小学五年级 所以我们的老师就组成篮球队 OK 他是本科的吗 还是说他也只是大概略懂篮球 应该算是他也本身也有打过篮球 所以应该算本科也就是 没有知道略懂 他也都了解篮球这个相关 因为自己也有在打篮球 对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在训练当中 跟社团的其他的小朋友一起 然后练基础 开始懂什么叫战术这样 这时候就是从最基本的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小学教练就是最基本的 大家刚到就是不太会打球 就是从最基本的运球开始 就跟櫻木一样啦 对真的就是跟櫻木 我们那时候看到櫻木真的是不夸张 真的就是那样在旁边开始运球 我们是都新组成的球队嘛 所以全部人都一起开始一直运球 然后教练还会说 我知道你们会很想要就是投篮 投篮打球 但是没办法训练就是要先从最基本的开始训练 这个等于算是 你在从小学就开始有扎根 这种比较基础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对我觉得 因为你说他是启蒙的教练 表示他的影响很大 很大 因为真的也是他组了这个篮球队 对 然后如果真的没有组了这个篮球队 或许我们就真的是打打兴趣 然后国中或许也是 有可能就是一样有篮球队 那就是在加入篮球队 对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对 那小学的一个 你说五年级开始等于 这五年级到六年级这两年 算是对篮球有兴趣之外 开始懂得什么叫做练习 对对对 然后这个会影响到你到国中的一些 选择或发展这样 但其实国中选择就是 也是户籍地的关系就进度了神刚 神刚国中 对神刚国中 所以我还蛮有印象的是 那时候我们那个教练是 我高中教练的哥哥也是浦教练 然后他我们国小 的教练有带我们去 可能就是去那边练一下球 嗯 但他有看到说 哇这个个子怎么这么小一只 是适合打篮球吗 对就是有这种疑问 就是你们家人算是不高的吗 是这个意思 对不高 因为我记得我国小毕业 大概也才148公分而已吧 148喔 嗯148算很矮了 那你那时候就知道说 我可能大概就这样 还是就是说我还想再长高一点 拼命吃 会会会会会有个就是期望说 我应该会在国中阶段开始发育 然后会长高一点 对啊我看NBA球员 你看这些什么 Kobe Bryant以前都是140 突然一下抽到变成180 我也有可能 我也是想说会不会就像那时候 我之前已经看Jordan的那种 他的那个之前有讲说他也去参加一个暑期想 然后回来之后妈妈 还是妈妈突然不认得他突然抽高了 抽高抽很高 对对对对 就是我也想说我会不会有车 结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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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了解你的心情 以前我在高中我也想打篮球 在国外的时候 然后呢我想说我手指很短 我就想要说我会不会一直凹他 我认为就变很长了 然后我在班上的时候我就知道 然后同学就说 What the hell you doing 然后说I want to grow my finger 我想说长长一点 结果到现在 我对篮球还是只是贴着 没办法把它抓着 对对对 所以我大概了解那种 我们身体上身材上面的一个 不能说劣势 天生给我们的一个东西 对对 所以你国中开始有觉悟就是我要练空位这样 也是因为身高的关系 所以就是被担任就是在那个职位上 所以一路走来到现在也都是这样子 啊 那当然会不会啊就是说疑虑 就是这么小 然后台湾一堆那么小的 那他可以吗这样 对对对 国中也是有这种疑虑吗 去国 其实国中就是当下那时候教练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瘦小的 你也想要打篮球之类的 我还记得对啊 我们国中训练的时间就是在早智 就是早晨 可能在升级时间前班是8点的时候 嗯 然后 学生嘛 对 所以要跟班导老师说 老师就是 呃 我是篮球队的 是 然后我要去训练 然后他就当下看着我一样 从头从头扫到脚的 他回来 然后就说 你是篮球队的吗 他就对我又一样又是一个质疑这样 就说不会吧 你是不是要骗老师然后想要去偷溜 然后就是去哪里那个 哇塞 所以你就是说啊对我正式篮球队的 对正式篮球队的 然后后来也都让我去练习 然后直到有一次 国二还是国三有一次的比赛 对 然后他看到了 他就发就是有点小改观了一下 哦 你那时候就是怎么样 大杀四方 呃 就是可能比较灵敏啊 然后就是穿来穿去的 然后没有到大发 大发四方 就是穿来穿去 然后可能就是很很刁砖啊什么这样 然后还让他就是大开眼界的 国中的训练跟高跟小学不一样 他会比较严格还是说 其实在神刚那边还不是一个 神刚算是一个名校吗 在篮球这边 呃 其实往年都是打遗嘱 但是呃 其实是主要是兴趣 而不是主要是 对 就是那种专业训练 兴趣居多 而且几十年前那时候还是 升学为主要嘛 对对对对 你父母那时候有觉得说 打篮球是你的兴趣 好好的去 说不定考个公务员这样 呃 其实在 呃 不光是父母 其实在我那时候 我每次要去比赛的时候 国中老师都要签 价单嘛 他就是要公价单说我要去比赛 其实现在每次签的时候 我去找好好的面有男生 因为他也 他也会说 是不是要好好读书 因为你请了这几天假话 那你是不是会跟不上 呃同学 什么 对 所以呃 每次去找老师的时候 我都会 都会这样 可是后面就 比较没有那样子啦 对但是 等于就是说你自己要坚持 觉得说 他就在我写 我小时候就还在晕得篮球 国中的我又不想放弃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国中其实 呃 妈妈其实对我还蛮算是 呃 没有很 要求我一定要把功课读得特别好 嗯 她觉得说 呃 小孩真的是不要学坏 不要去做坏 对 她就是 就觉得很足够 所以刚好有这个篮球 让我就是可以去 努力去 呃 发挥这样 所以 她也觉得 不反对我打篮球这样 就可以啦 而且她也不知道说篮球未来会不会成职业 反正这段期间 你没有想 你没有学坏就好了这样子 对对 没错没错 对 那在神刚国中的话 他又是你的那个里程碑嘛 嗯 因为其实到了到青年高中的时候 其实这算是一个篮球的一个 对 名校了 对 这就是训练上的强度就有 就有点差距 就 国中我们几个队友 第一天要去 就是青年高中训练 哦 然后第一次训练就 这个完全让我们就是 就是有点 震撼 震撼 完全是震撼 你说国中的时期就去训练这样 因为国三要毕业的时候 就要去 毕业的暑假 OK 对 然后我们就去训练一下 哇 我们要去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我们就已经震撼了 像怎么个震撼嘛 像国中的话 你们 你还记得那时候训练的 比方说套餐 然后到了青年 你是怎么被 夹着尾巴回来 就是比如说 光第一次 我以前在国中训练可能 顶多就是 大家喜欢打打篮球 打打全场 然后做一些动作 嗯 大致上就是 就是这样的 以这样的训练模式 那 OK 刚到那边的时候 就 说要跑操场 我想说跑操场 我们国中也有跑 是 教练跟你讲 你就是要跑十圈 那就是十圈嘛 他当然没有 教练不会那么严苛的去说 你要在几分钟内要回来 是 没有设定这个时间 就是 突然切过去也没有人 可能就会比较爽一点 对 接着到高中 原来 他说好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测个三千公尺 然后我们以为就好 三千公尺 后面还是说 我们要在几分钟之内要到达 我当下听到 吓到了 然后就开始 拼命跑 跑到后面 一个跑完步 马上就铁腿 因为就是没想到他们是认真的 对 就是很 他们的训练就是 跟我们那种强度是有差 一段很大的差距 你那时候是因为想要去青年看 看看说他们 我之后想不想去这些学校 所以跟几个同 算队友 对 就说我们去看看 对 就是去去训练一个礼拜这样 结果你还是进去了 没有被吓到 其他的队友有跟你一起吗 有 当然是有吓到 我还记得 我们已经确定要去赌的时候 也是 等那个暑假 也是大家三五个好友 我们真的是 真的练到我真的不行了 然后 就三五个好友在宿舍房间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就讨论好开一个小组会议 说好 我们 我们就 一起推队吧 真的假的 真的有 有这样 然后 其中有一个队员 就一大 就是陈超的时候 就跟教练讲这个事情 然后 我们那时候当初已经讲好了 他讲了说 我们三个要一起举手 说我们也要一起推队这样 哇塞 对 可是那时候推了就没有现在的 讲运安了 对 所以 那时候的那个 当下 当下的那第一个人 他是推队了 那 我们 普教练 普美科教练就 很生气的说 你们谁还有谁要推队的 然后当下我们三个就被吓到了 我们就没有举手了 我们就把手拉下来 等一下 所以那一颗就变成炮灰 对 就只有他离开嘛 对 所以 就变成说我们三个 长大之后回头想 好像 对他也非常不好意思 对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有联络吗 还是有 我还记得我们高中的比赛的 最后一场比赛吧 八强赛的时候是 然后他有来现场看比赛 然后也有 我们也有聊到这一段 就是当初 这个 为什么这个故事我没听过 这个我是天啊 没听过 我们就是我们这几个 三四个 国中的同学 然后高中要练了一下子的时候 有一个小组会议玩的一个 哇塞 那人他不就说哇你一个祖宗八蛋 对对对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跟着我走 我们被教练下一个没有人 没有人手要举起来都 就收回来收回来 对对对 所以教练等于算是说他觉得你们可以 你们不要放弃的意思 对我觉得教练可能看很多就是那种 遗嘱来的或者是没有底子来的 来练球可能会觉得很累 是 对那其实累一定会累 但是你看你是不是能够撑过 最前面的那一段时期 撑过去其实你渐渐的可能熟悉 你就会比较心态上可能会调整比较好 了解 那因为等我们再来之后你就到台体大了 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在台中的这个篮球 你现在去看回溯以前 这个台中的篮球的这个国小国中高中 到现在的话你再去耳闻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台中的这个学生篮球 它进步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现在他们的有一个算是训练 有一个计划 比如说开始会有一个国小 我们开始会有体育班 对 那他们就是希望这些国小生 可以希望到他们配合的国中 但是希望他们都是希望 国小国中高中都是统一留在 系统 对系统就是留在中部 对就相对他们的训练跟他们的规划 我觉得就很有一个系统值 那以前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就是 可能帮你规划说你国小的时候有国中 或者高中 是我们就是可能要 自己去考这个学校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现在的改变很多吧 所以像你们那以前有些好手 可能就是到了高中就被拉走 拉到北部或南部去 对对对对对 你的同期可能应该还蛮多的 会其实都有 因为看很多比如说 好比有一个学弟也是 以前是要青年的 然后也有读青年 后来确实也是来读青年 但其实他的身高就是很以人注目 因为他就是197公分 漂亮哦 以国中来讲 大家都会想要抢 刺目吗 但是对 重点是他都没有打过球 但是没有打过球 既然就是北部南部的学校也都可以 不知道哪里的关系 也是可以找到他 然后要找他去 聚别的现实去打 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身高难教啦 对就是天赋 用抢的嘛 对 反正就算我不会教 我把他拉到我这边来 我也不让你用 对对对对 也是一招 这个很好笑 不过后来还是有来我们青年 但是看着都有很多就是 都有很多也是东部人 然后都往北部去发展 是 那所以基本上的话 像讲一下能够就是 在那个时期能够维持 一直在中部一直发展 我觉得 但青年那个时候 你进去其实是蛮累的 很累很累 这个很多 我访问过很多的选手 其实到了国高中 我都会问一个问题说 在学生时期 有没有考虑放弃过 虽然没有举手 但是 有 也是有 肯定是有的 因为国中 高到高中的那阶段 原本想说打篮球应该是 开开心心的训练 然后开开心心的打球 觉得到了高中的那个训练强度 哇 就是真的是所谓的 你在台下的那种十年功是 练了十年功 你大家都没有看到 可是台上去是只有四分钟那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那时候又是可能身高 又没有像其他的队友 对 可以去比 对 所以那时候身高也是一个 那时候虽然有长高到了一百七十几 一百七十出头 对对对 所以还是明显的还是个子还是比人家小 而且又比人家瘦小 所以就是 面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多 嗯 那到这怎么克服的 因为就是到最后还是撑下来到台体大去打篮球 嗯 我觉得在高中阶段 就是大家就是撑过那个阶段的话 我觉得现在上面就大概有调整的不错 那其实到了甚至其实到大学吧 到大学也是就近读了台体大 没错 嗯 其实台体大的麦老师也是很好就是开一个算是可以给我修教育学程的这个缺额让我去读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棒 嗯嗯嗯 对然后其实在那一阶段有有想要大学的时候大役的时候有想要放弃打球是因为受伤的关系 哦那时候受伤对那时候就是算严重 严重算是腰是最键盘突出的那种严重性 哎呦 对 那但是但是真的是有点痛 对那就是很严重 就是那时候就是起床的时候脚双脚是会麻会痛串下来的那种痛感这样 对 然后那一整年就几乎都在做复健 那好不容易做复健之后到了第二年一整年都没有没有比赛 到第二年的大专杯好像都可以上场了 对那就比赛的时候又是一个不小心一个上岩坐飞机摔下来手腕骨又裂开 所以又又开刀又打了太和鸡进去 所以当下其实很多大一跟大二的那个阶段让我有想要放弃 因为其实当下受伤跟妈妈说妈妈听到会就是会 不敢啦 对然后会其实也告诉我说要不然就是不要打球了 父母通常都会讲这句 对啊不然不要打球回来 对他就是说不然就好好的读了毕业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下也是会有这个想要放弃的念头 可是就是好不容易已经变金刚狼了都打得太和鸡进去了 对对对 撑一下到那时候你想放弃父母也觉得说差不多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是什么在让你继续撑下来 因为本身就是就是想说麦老师就是对你有所期望 那大三跟大四 因为毕竟我们是竞技系 所以还是要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 因为他算是在课程里面 所以就继续的训练 那就也没有 就后来大三就比较好 没有受伤 然后比赛也都很顺利 然后也打进了前八强 对那所以才会就一路站好 那就顺顺利利的打完到大学四年级 又拾起庆心 对就拿到了冠军 那当下也是想说拿到冠军应该 其实也没有想要往职业的方向去走 那时候没有吗 没有因为其实是想要 因为我选择先去因为修完教育学程 大三开始修修两年 然后我想说修完教育学程我们必须要去实习 要实习半年 我们那个制度是实习半年才能考教师证 对所以 当下我就选择先去实习 虽然实习跟那个可以是一起 可是我觉得先把这块部分先弄好 先解决 对因为我没有想 那时候真的没有想法要往职业去打 虽然那时候SPO已经算是大家蛮关注的一个 对 也没有想过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身材关系 所以我觉得应该选不到或是打不到球 对 不过那个像假用一直刚刚在聊就是 身材的一个劣势 那当然就是说也有很多的一些你的球迷 或者是一些球迷讲说 其实有时候身高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重点 它还是有可以去突发的 当然很多就是讲 NBA的一些从以前80年到90年代 2000年都有就是身高不到175的 那所以他们的那个优势 你有会去参考就是我应该怎么去做 去突破像Alice Iverson 他可能就是不是你学习的对象 会啊会啊 因为其实以前就是从 会从网路上去看一些 比较运穷的动作影片 对 那其实就是查一查看一看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 个子小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动作 对对对对 所以都会 就是当下我看了 我也会去 从中去学 就模仿他们这样 会去学习这样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动作 我学起来或许对我在场上 也会有很大的作用 这样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常常在练 然后去看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什么 Maxi Ball 160几公分 然后呢就是抄Patrick Ewing的球 然后就是在那边 你知道吗 像一个跳斗一样 跟很强 啪啪的 就真的 他你会莫名其妙不知不觉 等于是被Maxi Ball盖火锅 打起来就被拍下来 所以那时间点 或者可能就是说 在我们虽然身高没有那么高 可以让很多听众朋友们 就想说 身材并不是重点 而是说你要怎么去 运用自己的 其他的优势这样 对我觉得就是 先天的可能 没有办法关心 那我就用后庭去补足这样 是 那当然就是说 在这个之后 你就往这个SBO去走了 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 夏天的决心就是 好 职业的再继续 那时候因为 我也就是 顺利的放榜的时候 有考到教室证 诶 就是对我 就是诶 平常不读书的人 真的讲真的 因为以前的观念真的 长大才会明白 那些老一辈的人跟你说要 书还是要读的这个原因 因为以前真的都没读书 是 就是靠着篮球这个项目 让你读到了高中 对对对 然后读到了大学 嗯 那其实读到大学 当初想说 考老师应该很简单 嗯 就没想到 就 碰到 很大的挫折 因为都没有读书嘛 所以大三开始 因为教程关系 开始认真的苦读了读书 然后到大四 那考教检的时候 就自己去K书中心那种 一格一格的位置 在那边看书 然后看了 呃就是 这将将几个 整整几个月 然后考到教师证 哦 欸这个是不是在那个体班的这一种 算是 你在这几十年看过了 看下来就是会有一些的 可能未来需要调整的一些状况 比方就是 我就靠篮球 我很感谢篮球 但是我一直没有学成 所以真的篮球不打的时候 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 像你这样子能够苦读的 你有没有去拉几个说 欸我们一起来读棉的 到时候我们没有 呃 呃那时候其实我们台体 我们跟球队有三个四个 其实他们都有教育学生 他们是有去考 要去修教育学生 他们要先考这个名额 对 然后考到的时候 大家修教育学生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还蛮认真 因为知道 呃我们可能大学毕约完后 我们可能就要面临职场 然后就会 他们就知道说 那我也要有一些 呃 所有打球以外的一些技能 对 但是技能不是去当 比方说学徒 就是要当 比方说学术一定要好好的去读 这样子 对 这个你会有偶尔会 比方说回去你的母校 去跟你的那个学弟们讲 诶 真的 除了打球 你们要 好好的听父母的话 这样 会 我觉得我会 我有会跟 也会跟一些 学弟他们说 就是 以前的我 跟你们现在的一样 觉得说 总是老师听你们说 或是家长听你们说 要 要 书也还是要读 嗯 那时候我也觉得 不以为然 现在 真正要面临的时候 要去考教检 很认真在读书的时候 才发现 呃 真的你 你的底子要 要基本就是要有一些 呃 学习上都要一些底子 对对对对 对因为 其实考教检 呃受到很大错的 就是国文这块 是没有办法 呃马上读马上可以让你 融会贯通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它是可能 小时候真的底子慢慢搭起来 嗯 对所以那时候 考教教检 明显我国文就是很低分 是 对然后当下 我也觉得完了 就国文很低分 我其他的科目要怎么拉起来 因为平均要两 平均要六十分 四科 是 所以就靠其他 尽量把它拉起来 数学啊 社会什么 还是什么相关的 呃 国文一科 然后其他四科 三科 都是一些 呃教育专业科目 教育专业科目 所以教育专业科目是 呃马上就是去读 然后去背 然后 哇那也不容易耶 对啊 所以其实体育班的人 更是辛苦 他除了就是要很早起 很晚睡 然后都是在那个体能 上面的消耗之外 我脑 脑子里的那个细胞 也会死很多 会 会啊 我会告诉他们就是 如果你把你的篮球 或是把你的技能拿掉之后 把你的这个块拿掉 你还 你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你在这个社会上 或是在这种生活上 可以让你立足 或是让你攻击你自己的一些 呃 计谋或是 是是是 因为我就是希望 我可以 呃没有打球之后 还可以就是有教室这块 嗯 对然后搞不好就是 因为高中也是读餐饮科 也有去 学校也就是 因为监督你要考个 颠级证照 那个证照也有考到 也是可以让你开 开个什么餐饮店 诶你你会做菜 呃是 呃很久没做了 因为餐饮科 呃上科难免要学一点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多多少少 呃 骗子骗子 诶不不不不 摆盘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就是一些什么好餐厅 我觉得这都蛮不错的 其实这个呢也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继续聊的 比方说台湾现在 篮坛的发展跟 因为像梦想家最近 成立了一个青年队 那青年队它也是 让这些选手 有能够去当地的企业 去实习的机会 嗯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想要怎么看到 台湾篮球的 跟篮球小朋友的发展这样子 嗯 好我们休息一下 但马上回来 我们现场访问的是 台湾啤酒球员的蒋玉安 然后我们待会儿 马上回来您收听的是 有粉男人我 我是黄丹尼 欢迎回来有粉男人我 我是黄丹尼 节目的现场呢 让我们欢迎 这就是SBO的 选手蒋玉安 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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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惜的就是 你在拿冠军的时候 没有球迷在旁边 那边喊MVP MVP 我现在帮你喊鸡 哈哈哈哈 对 真的 真的蛮可惜的 是 但是呢 就是说 知道了 什么是冠军的 这一个Taste 下一季就会还持续努力 对 就是持续就是可以再寻求一个连霸 连霸的感觉 那当然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30岁了吗 80年是 虚设算30 30年了 就是已经到了一个 比方说 就是正常是最巅峰的一个时候 这样子 体能啊 技术啊 然后就是心智 其实在这个篮球界 应该算是比较最稳定的时候 你像会 比方说刚刚我们聊到你很多的 一些学生时期的一些 只是好玩 然后就是想要放弃 然后真正进到这个直篮之后 它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一个风景 然后不只是你球技要好 你开始要去做 比方说我的social 然后呢 我要跟比方说一些对抗 然后再来就是说拿了总冠军之后 我的下一步怎么走 你现在看到台湾其实在这一两年 球队进进出出在SBL 然后呢 比方说大家都在看一些 怎么样去做 很多的球评也在讲说 啊 台湾现在最混沌的时候 以你球员来讲的话 你的心情会是什么 当然就是或 你会觉得说 我就好好打球 可是也会想说 擔心下一 之后的学弟们 他们的这个看到的环境是什么 其实我们 当球员的我们 就是真的会告诉我们 球员自己本身 就是希望我们 先把我们自己的球员本分做好 那因为其实 或许是需要一些改变 是 但我们球员能做的是 先把我们球打好 然后把训练上的东西 把我们东西基本上 能训练的 然后把自己加强一些 能加强的更加强更好 那 能就是从中 就是说上面可能 哪部分要改变的 这个我们 也没有办法去 帮助 但是我们能帮助的就是 先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把球再打得好看一点 对 然后才有办法从中 就是希望可以从 球迷可以渐渐的 也可以看到这样 是 比方就是说 你要变成像 LeBron James 或者是一些 像Chris Paul 这种有影响力 或者是发言 是大家可以去听的 你自己要球技要好 然后能够去做得很好 你自己会不会 比方说 经营自己的 比方说粉丝业 然后跟球迷都会互动 就是说 欢迎来看我球赛 然后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去做 这比方还好 还好 你会 你会觉得害羞做这个吗 如果是自己弄 有时候觉得有点 小尴尬 哎呀 不会啦 因为其实 这等于就是一个 凝聚力 我觉得也是一个 算是球团 或者是说 让球迷回馈给你的 一个东西 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这还蛮 因为很多的选手 就是 国外我就觉得 他们好像很 很喜欢经营这种东西 台湾的话 你有看过有谁 经营的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吗 没有 好像是有 但是我说不出来 我记得是有 是是是 有的球员是 在这一块就是 因为当然 不单单是篮球 因为有时候其他的 他们就是在这块 所以还蛮用心经营的 球团会去 要求你们吗 就哎 你要不要弄一点东西 帮你自己会球专业 球团会在 台北的人 对对对 会在球 会在粉丝专业会 会弄一些活动啊 或是 露营什么 其实是都会的 像我们像那个 棒球的周思琦 周董啊 自己就有一个什么 甩恩哉的那一个 什么粉丝业啊 然后林一拳 他们这个就是 一拳 他会有自己的 见面会这样子 会不会有你的粉丝 就是像敲锣打鼓 就是说我要跟你们 那个见面会这样子 我们球迷好像 比较 没这么乐趣 没有啦 不会 因为就是他们都是隐姓 因为你还没有真的办出来 这样子 对不过当然就是说 在这方面的话 好像就是 球迷的一个 个性跟球迷的一个 好像形象 是相对的重要 对不对 因为其实在 很多的一个体育当中 这个球远的本身 自己的一个价值 它会代表这个 球团的这个什么 一个资产 所以很多那个 很多球员都会被要求 觉得你要好好的做 你不要偷跑去那边喝酒 干嘛 你会怎么样是去 因为你等于算是说 一个大家在这个 联盟当中 会去关注到的一个形象 你会怎么去告诉 其他的选手 要怎么样子去 保护好自己的形象 不只是球要好 对我觉得就是 场上场下 不管是场上你球打得好 但是其实场下 我也会 其实我很多会提醒自己 不管是在做人处事 对 或是一些 生活上 我觉得 就是希望把自己 能够做好 因为其实 我们可能 做了一些 可能小 做一些错误 可能有时候 小的东西也许会被放大 因为我们身份 可能比较不一样 但是就是尽可能的希望 自己能够把自己的东西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然后不要去做一些 可能让球队有一些 损害的一些事情 或什么的 我觉得因为 我们有 我们有权益 有权益保护 就是自己 但是也有权益 就是我们要 好好把自己顾好 因为才不会 让公司 我们算是公司的一份职场 对 才不会造成公司上 一些损失 了解 那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就是说不只是 从选手的这个 技术 然后从选手的比较学术 甚至选手的这个本身的 这一个个性跟你的那个 算是生活习惯 都要让人家 是一个正向的 可以有个性 但是就要正向的为主 对 那当然现在就是说 台湾的蓝坛 在这一两年当中 以我们球迷来看 它是比较混沌的 可是当然 还是有人想要 真的去为球 做一点事情 所以像那个 比方说我们就会听到 像黑人 陈建州黑哥 他会想说 我们还整理一个 是不是新联盟的 一个创新的一个价值 然后也有就是说 从这个 寶导梦想家 球团当中 再往下扎根 因为寶导梦想家 他虽然是一个 叫做 寶导梦想家 可是他等于 离属在中部 对 他们现在就成立了一个 叫青年队 台中青年队 梦想家 然后在这个 台中区域 让这个中部的学子 有机会呢 在职业之前 UBA之上 来去有一个发展的机会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青年队的一个成立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氛围 然后他 他会不会觉得说 你会觉得期待他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他刚好就属于在 你毕业跟职业的中间这个阶段 我觉得从中间 这阶段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是因为 有的人或许 从这里毕业之后 学生毕业之后 到了职业 就突然会 没有选上而中断了 是 突然中断之后 他也会 不知所措 那如果你在从中之间 你可以兼顾着你的 可能球技或许 一开始不受 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职业的 所以你就没有 你就放弃了 但是如果你中间有一个 就是一些 照顾你就是比如说 你可以边学习你的球技当中 慢慢进步 是 那也可以 在学习球技当中 你又可以就是 学习一些 就业或是技能的话 我觉得 就是那种相辅相承的一个 可以辅助他将来可能 或许你的水准到达了职业了 你就可以就往上面去挑战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一个 你刚刚有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球团他们也是 就是想要结合当地的一些 比方说 赞助商或者是当地的企业 让这些选手 可以去选择自己想要去实习的企业 比方说自协业 比方说体育健身业 比方说就是销售房地产 像那个西南哥一样 就是说有一些发展几率 那同时也是 是不是在这段期间 UBA毕业到这个职业还没确认之前 最容易让选手 甚至潜在有能力的选手 放弃的一个阶段 对哦 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能够学习 就是从中去实习 去学习到一些技能 没错 或许你可能没有打球之后 你还能够知道说 你还要保持这些技能 很多球员就是打完球了 你打了十几年球 可能突然 当下可能一个突发状况 你不打球了 对 你会不知道 会不知所说 因为你会不知道自己 有什么技能可以去发挥 或是什么 你应该有看 就是说你们同届 应该有看过很多前辈 一些状况 就觉得原来会有这种情形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 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下一代的 可以怎么做这样 对 我有听过前辈蛮常讲一句话 他是球员退下来 对 他跟我讲一句说 他到了 他现在在另外一个职场上 是 也算是蛮有一个地位 那他刚到这个职场上 他其实 他也跟我 他就是以过来的身份 跟我讲一句说 他到了这边 他觉得 他才是他人生真正的开始 哎呦 这个还蛮深的 对 这又是另一个震撼 对 我觉得他说 这才是他人生真正的开始 这句话其实对我 我一直都放在心里面 就是 对我来讲 我 会一直提醒自己 把球 篮球拿掉 或者是说 现在 我蛮常看到 就是很多人也在 网络上文章说 你 拿到世界冠军 或是拿到全国冠军 那你 或是你是有国手资格 你把这些资格都拿掉 那 你还拿 你还剩下什么 了解 你的意思就是说 选手们 不一定只是篮球 就是选手们 你们的身份要 要适时地去做有弹性 对 然后 因为 因为那句话 其实我还蛮震撼的 就是说 我人生才开始 但过去几十年篮球的人生 等于什么都没有嘛 好像也不是 对 但是就是 如果说这些 当我的球迷们 在我打职业的时候 一直支持我 可是我退休了 他们会再看下一批人 不一定是看我这样子 对 所以你会开始去审视说 除了拿掉这些 我还能有什么 嗯 然后去照顾自己的家庭 这样子 对 没错 尤其 尤其现在准备要成立家庭 对啊 对啊 因为其实成立家庭就是 限时考量就会越来越多嘛 嗯 所以 经济压力或负担会 也会相对的变重 那 如果篮球 没有办法让你再成为 一个职业的话 那 势必要再 想办法再 让自己好好可以维持这个家庭 了解 那当然就是说 人生是一步一步 现在的阶段 可能就是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 大家都在知道 你的下一步会在哪里 嗯 第二个就是说 你准备要 步入离堂了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讲这个 你的另一半吧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 因缘忌讳 然后为什么会 就是在这个时候去决定 拿下MVP了 我也要成为 婚姻界的MVP 这样子 呃其实 就是我们交往很久 从大学到现在 一路走来 哦 对 那真的是青梅竹马的 快九年了 真的 对那 呃其实他也从 一路这样陪伴我 就是从 呃还没有打球之前 是 对然后到现在 呃打得不错的时候 还是一样去 去陪着我 那 呃其实 也会想说就是 是不是 其实到了30 应该也赶快 需要 就是给 给人家一个好的一个交代吧 同样是大学同学 所以他年纪也差不多嘛 嗯 其实跟我 就跟我一样的 所以你就是说 不要让人家拖人家的时间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不会就是说 跟自己的儿子一起 在球场上奔驰 欸很难 哇这个有点可能 还有点晚了 那应该要再找个五年纪 哎呀 早知道就是21岁的时候就 对对对 但是这个就是 可以让另一半安定下来 那另一半其实也让你安定 所以才会觉得说 想要步入礼堂这样子 嗯对对对 他本身也是玩体育的吗 他是舞蹈跳舞的 哎呦 对对对 等于两个人 如果说你们有下来的话 他对体育就是什么 反应神经 应该是非常好的 嗯希望了 OK 所以你现在要步入礼堂的话 这个听说啊 呃你是说服 队友帮忙 然后帮你躺在地上 排成I love you 的图案 嗯 你的队友就真的很 平靡是吧 他们真的蛮挺我的 那时候其实 呃刚好就在下墾丁了 对 然后就真的是 蛮幸运的哈 每次去下墾丁 就是都遇到下雨的这情况 哇哩咧 对然后 我们那时候其实 在前一晚有 都有跟他们聊一下 想说那如果 还是下大雨的话怎么办 对啊我不能让你们 躺在泥泥里 对后来 就觉得下大雨可能 那还是先 还是先要有个计划吧 对对对对对 先一个没有下雨的计划 OKOK 那就是计划当中就是 把其中一个球队的老婆 把她带上去 让她换 就是小孩子要换东西 顺便帮忙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下面开始 就是他们就是也给我一个idea 说不然就简单一点就 I love you 我们来帮你拼成那个 I love you 这个也是你那个 喜欢就是周星驰的电影的参考 对对对他们说 他们确实是 I don't you 就从那边去看到 然后就说我们就 就用一下这个梗 然后我就说 我就当下心里有点想说 完了那他们 其实下雨天 那地板都是湿的 对啊 你们还是这样躺下去 我就真的还蛮感谢他们这样 是喔 但是你那个等于你的钻戒 还是你都已经准备好了 在身上 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是钻戒 就是藏在包包里面这样 就是 然后一到了 到了墾丁 然后跟我对友朋友的时候 就先把这东西先 先交给他们 才会在包包里面会被 被发现了 对对对对 可是其实如果就算女朋友发现 她也会从都不知道啦 她会一直说 好 我不要讲我不要讲 但是就是你想要 希望她也有一个惊喜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你的那个队友排成的 I love you 然后你的女朋友 现在是准太太 带下来之后 她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 就是跟她讲完一些事 就是跟她讲了一些话 就是她走了这么多天 对对对 然后希望往后日子 我也可以去照顾她 然后其实都还蛮感动的 对对 就没想到在那里 大家有觉得蛮感动的 她突然抱我 那你跪下来啊 她说那你跪下来 哎呀我跟你讲 以我过来人 这就是你一辈子要听到的话 你跪下来 我就 哇那气氛的瞬间 大家都笑了 笑场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欢乐中有效 婚姻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对 因为其实差一点点就被发现 是因为我 有准备烟火 是 对然后烟火 烤肉的时候 其实已经放在旁边 哦哦哦 然后她就问说 这里怎么这么多烟火啊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那个 那个 待会要看 对对对 哎呀 其实当下已经有点小小破梗了 小小破梗 不过她还是觉得很感动 因为毕竟 男生要承诺 而且要主动就是说 来我们不入理她 这是一辈子的承诺 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当然啦 现在疫情的关系 你们要去蜜月 甚至就是你们那时候 拿MVP也不可能就是 走我们去 冲绳去哪里 对对对 那接着如果说疫情解除之后 你有没有一些特别 你想要带你的老婆去的地方 嗯 还是你们本身都有想要 有就是 有想 想去一些 很向往就是那种海岛国家 然后可以住在海上的那种房子 哎那叫马尔蒂夫啊 对对对对 马尔蒂夫玩什么都没有 然后 不是什么都没有啦 对 很放松 一起来就是海生 对对对对对 你很喜欢海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啊 我觉得去那种看起来就是 心里看起来很舒服 然后也喜欢玩那种玩水 哦 那真的是希望能够早一点 我们台湾能够飞出去 让你跟你老婆可以 对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那当然就是 下一代也顺其自然 嗯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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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当然就是另一个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你的下一步 比如就是说现在这个 你现在等于是约到 很多人都在期待说 你会到哪边去 甚至你怎么去想 甚至你怎么去想 你你你你可不可以 大概透露一下你的 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不管去到哪里 你你会想要怎么看你 接下来的这个生涯 嗯 是希望 希望我 我这个人就是 比较希望待在 哪一队 队上是希望可以 可以长久一点 因为我 是 呃不太喜欢就是 可能 或许到新的环境 我要再去 适应新的环境 我 呃 个性比较慢热型 然后 是 对可能刚到那地方 也会 比较很 比较变得比较拘束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 呃新的环境我就会 比较 想办法去适应 你是不是很 freud 你是谁人比较那种 念旧怀旧的人 嗯 会带的冬泉 辣椒酱到台北 诶 其实真的有 对我 我们队友真的有带冬泉酱 有厉害 真的有 你知道我 就是搬到台中之后 我发现成是 哇台中有自己的一些氛围 嗯 真的有 我when 大家讲 粮然然后那些麻辣 達... 那个什么干面 然后这样 真的 我现在已经慢慢融入台中了 真的真的 对所以這個氛围就变成 你 你是台中会比较小 我们的小 青年子弟比較會慢熱這樣子 對 應該是吧 所以你會希望就是說 如果到了一個新環境 或者就是說能夠維持這個地方 是希望能夠長久的這樣子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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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現在如果像很多一些職棒學生 他們都一年一千 每年都要傷腦筋這個問題 你會希望就是說有一個比較安定的 也是對你的另一半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對 沒錯 就是可能會 他也相對的也會比較覺得比較 有一個保障嘛 了解 那當然現在已經差不多32歷的年紀 你有沒有考慮說未來有機會的話 當然中華隊一定會希望就是說為國家加油 旅外你會不會是一個選項呢 旅外其實 有考慮 其實會考慮到蠻多的因素吧 對 因為 我覺得最主要點是因為剛好要成家立業 是 是 是 所以 並不是說 完全排斥 但是目前在這個情況之下 成家立業的情況之下可能會 所思考的點會比較多一點 了解 包含就是說家人 然後父母親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你的太太才剛結婚 對 那如果說你在旅外期間 然後他懷孕要生下 沒辦法在身邊看到我的小朋友 對 又沒辦法照顧或什麼之類的 是 不然的話譬如像現在日本他們的規定 也可以就是找到亞洲外援包含台灣 他可能又是另一個大家會去嚮往的一個機會 對 這樣子 那如果說像現在有一些比方UBA的學生 或者是台中的一些青年 想要來進職業的話 你會怎麼樣子建議他 進職業嗎 嗯 我會 在這一兩年的這種時空狀況這樣子 說一兩年之後進到職業的 應該是說這一兩年的這個台灣的職來有點混沌 但是就是說很多人還是嚮往職業 是不是先把自己整理好 還是我們應該怎麼讓青年去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 在這期間你可能打球方面 我覺得你的其他方面也可以重拾一下自己吧 是 勢必如果你挑戰職業成功了 是一件好事 你可能會維持在這個職業場上 那如果你挑戰可能不順遂 你還是要回歸到我們社會 那你要怎麼樣去 之前的充實的東西 有辦法可以用在於你往後的日子 了解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今天訪問這個 蔣義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除了自己籃球之外 也要讓選手們知道就是說 我還有什麼能夠貢獻 給自己的家庭 貢獻給這個社會這樣子 對 那最後想要讓你請教的就是說 籃球啊 在你的職業當中 佔了很大的一個元素 那這顆球 它對你的意義 是什麼 我覺得籃球對我要講的是 像是一盞明燈吧 因為它其實帶領我一個 比如說從國中階段 它把我不會往壞的地方去 是 是 是生非的地方 這盞明燈先把我往 就是有一個方向可以去追逐它 然後漸漸的到了高中到大學 因為籃球修到教育學程 然後努力了一下考到教師證 我覺得它算是我一盞明燈 然後幫我帶領算是都 蠻不錯的一個地方 對 了解 那希望這盞明燈能夠持續照亮的 我們的獎人家選手 嗯 然後呢也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 冠軍在你身上產生 好 謝謝獎人家選手 謝謝 謝謝 謝謝